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 你先告诉我们 这孩子是谁的种啊 对呀 素云 得告诉我们这个人是谁 我们帮你去找他呀 不用找 我也不想找他 但是我会把他的孩子生下来 这事就这么定了 我说素云 讨厌 你干吗跟着我啊 我想跟你说件事 那 说吧 你不是想知道 画里的女人是谁吗 我告诉你 那天晚上 山洞很冷 我的命是他救的 我们俩的缘分好像是上天注定的 那天 他不惜脱掉他的衣裳来给我预寒 要不是他 我早就死了 你说 就是他当着你的面 把衣服给脱了 你们两个孤男寡女 不会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吧 我不确定 但我一直忘不了他 他跟我说话的样子 他给我巴扎的表情 即便没有漂亮的衣服 也没擦什么胭脂水粉 说不出来的好看 你为什么要跟我说 因为我不想骗你 我跟那姑娘可能永远都见不到 但是在我心里 永远有她一个位置 你太过分了 放手 如上官 把你们店里最好的东西拿出来 给我们查查 二位 二位 欢迎二位光临 我只是个伙计 我们有云轩 真正的老板 是谢先生 谢先生 小嬤嗦 小弟啊 我们去找老板 双人有贵客来了 好好 这是古董吗 是是是是 这位爷 你使不得呀 使不得 你什么事 咱们有事说事 拿东西发神器 哪条道上的 学上 军令 给我上 你这 再来 吓死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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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吓死 Dontn 氣 stinks 吓死下了 从那里 我得好好地奖赏奖赏的 是 这放学了不回家 怎么跑到店里来了 我约了小姐 要给太太去花市挑几盆花钱 来 这钱你就拿着 好好地去买几身好衣服吧 不用 我这儿有钱 这我可是奖赏的 你刚才的一举的和你的零钱没关系 我来这儿不是为了钱 志愿 我们都是下人 东家给我们的赏赐 是不能拒绝的 老罗 什么下人不下人的 这孩子我可是看着他长大的 老爷 您疼惜他 是您的慈悲 可是他不能忘了自己的身份 下人终归是下人 这孩子自有分寸 好了 拿着别客气 谢谢老爷 志愿 你来了 大爷 怎么就没看见爹在这儿啊 爹 什么 走吧 爹再见 谁 我已经找了那么久了 还是找不到你 我不能放弃了 靖怡姐 你说这算什么事吗 这黑灯瞎火的 舒晗竟然跟一个女的 在山洞里过礼仪 我听舒伟说 他们找到舒晗的时候 她已经受伤了 而且还发着烧 神志根本不清 我怀疑 那个姑娘 应该是她的幻觉 幻觉 你的意思是 其实根本没那回事 没错 你啊 别胡思乱想了 赶紧嫁过来 每天都守着她 她就是你的人了 静怡姐讨厌死了 我不跟你说了 那我先回家了 拜拜 拜拜 路上小心啊 这是什么东西啊 画的什么呀 怎么这么眼熟呢 这个人 这人是我呀 我就知道她记得那天晚上的事情 她不会忘了我的 难怪画得这么像 看着这么眼熟了 上面写的什么呀 她认识我 怎么不认识她呀 从小没钱上学 一个姿都不认识 怎么办呢 玉侯仙很贵的 她留这个干什么呀 老咕噜 你帮我看看这个 这不是你吗 是啊 是我啊 画得真像啊 谁帮你画的 你赶紧帮我看看 上面写的什么字 哦 思南路五十一号 唐淑涵 哎 感情你不认识人家啊 就是她 真的是她 哎 您再帮我念一遍 来 你看 思南路五十一号 唐淑涵 哎呦 这主思南路的 那可不是普通的人呐 哎 怎么认识这位唐先生呢 那我干嘛告诉你呀 哎嘿嘿 哎 这个东西的事儿 谁也不能说 院里谁都不可以说 行吗 啊 这花还行吗 行 好看 好看 简易 嗯 做作业吧 哦 又写作业啊 刚回来嘛 累了 歇会儿行不行 你就知道歇会儿 我先走了 哦 不要 怎么了 嗯 腿塞 捏捏 别闹了 就一下嘛 那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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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你让老爷看起来像什么样子 嗯 爹不会来的 抱一下 不行不行 嗯 嗯 嗯 哎 嗯 哎 好了好了 别闹了 啊 你在干什么 啊 啊 啊 老爷你听我解释 老爷 爹 你听我解释啊 说什么时候啊 啊 芷源 你太让我失望了 你怎么跟小姐这样啊 跪下 爹 你不要挂他 是我喜欢他 是我缠着他 不要说了 我 去 啊 是 是 你这不争气的东西 来人哪 老爷 阿三 这芷源冒犯小姐 把芷源拖出去 我让你没大没小 我让你冒犯小姐 你起来 你说 你还敢不敢再冒犯小姐了 你起来 你说 你还敢不敢再冒犯小姐了 你说 我喜欢他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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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死我了 你太不想罢了 你 你气死我了 娘 小江仪 你别打了 你不要打他了 是我喜欢他 你别打他了 别打了 嗯 你别打他了 娘 娘 老爷 是 吗 妈 只要你 我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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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求你了 你不要把他們趕走 不要讓他們走 小玉 我求求你了 老爺 把小姐送回房裡 把她關起來 沒有我的吩咐 不許讓她出來 快去 是 不要 爹 不要 小姐 走 娘 娘 你勸勸爹 他要把志願和秋香姨趕走 你快勸勸他呀 老爺 這到底怎麼回事 你問他自己 娘 我喜歡志願 我想跟志願在一起 娘 爹 要把志願跟秋香姨都趕走 你勸勸他呀 老爺 事情問清楚了再說嗎 爹 是不是 不管我做什麼 你都不會把他們留下 好 我死給你們看 佳衣 佳衣 我們能保護女兒 佳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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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聽你大嫂說了 你在山洞裡 認識了一個姑娘 對 就是她 我要娶她 舒寒 你在山洞裡碰到的那個姑娘 只是你的幻覺 不是 她不是幻覺 她是活生生的人 你結婚那天我就看見過她 我永遠忘不了她 什麼叫忘不了她 虧你念了那麼多書 講出來也不害臊 丟人 娘 你先別動氣啊 是啊 娘 舒寒她不懂事 您別跟她計較 反正我要盯她了 哎 舒寒 你這什麼態度 我就不相信 胳膊擰不過大腿 深深這媳婦 我是取定了 好大呀 哎呀 這也沒一個人 寫的什麼呀 哎呀 從小沒好好認過字 現在後悔了 哎唯唯唯唯 幹什麼呢 幹什麼呢 哎 你好你好 我想問一下 這幾個月 這裡是不是四南路五十一號啊 是啊 我是這兒的管家 有何貴個 哎 你好你好 我來找一下唐舒寒 就憑你 也能認識我家二少爺 唐舒寒是你們家二少爺 從哪兒來的回哪兒去 啊 沒空跟你囉嗦 這是我 看清楚了嗎 畫的就是我 嘿嘿 還有呢 不信是吧 很貴的 這是你們家二少爺的女配吧 你從哪兒弄來的這些東西啊 哎 什麼畫呀這是 他送給我的 難道是我偷的不成 現在你可以帶我進去 去見你們家二少爺了吧 二少爺不在家 瞧你 你就看不起我是不是 你現在就去跟他說 說山洞裡的姑娘 來找他了 夫人 今天有個姑娘來找二少爺 她說是在山洞裡認識二少爺的 什麼 你聽清楚了 聽清楚了 她是這麼說的 果然找上門來了 你們都給我聽好了 今天的事情 絕不允許在二少爺面前交折根 誰要多嘴 我絕不允許 是 是 夫人 有人嗎 有沒有人哪 管家先生 你怎麼又來了 昨天不是說好了嗎 今天這個時候來的 我今天可以見到你們家二少爺了吧 夫人 山洞裡那個姑娘又來了 山洞裡那個姑娘又來了 老張我怎麼吩咐你呢 就這麼土老貌的一個鄉下女孩 你都打發不走 可這姑娘不好打發 她硬要見二少爺 娘 要不我去看看 看她到底想幹什麼 念得越遠越好 花園跟我們家的玉米田差不多大 還沒見過這種顏色的花呢 啊 啊 在那兒呢 嗯 你先去忙吧 是 不知道能不能 給我娘帶回去 她肯定沒有見過這種花 啊 對不起 我我馬上撿 沒關係沒關係的 你找舒寒有什麼事嗎 是這樣的 我們在街上認識的 然後 然後 她又救了我 再然後 再然後 我們就分開了 但是我一天都沒有忘記過她 她也沒有忘記過我 所以我就來找她了 你怎麼知道她沒忘記你呢 這個 你看看 還有這個 舒寒的玉佩 我沒有騙你 看來 看來 還沒辦法這樣把她撿走了 看來 還好的 娘 嗯 娘 嗯 走了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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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夫人 我叫楊素雲 你好 我怎麼吩咐你們 連這點事都辦不好 還帶她進來幹什麼 娘 您別著急 先聽她怎麼說嘛 下去 是 哎 姐姐 你別走 哎 姐姐 哎 夫人 您不要怪剛才那位姐姐 是我求她 讓她帶我進來的 我讓你說話了嗎 一點規矩都不懂 您不讓我說話 我就不能說話呀 我明白了 你們統統下去 是 下去吧 你有話說是吧 嗯 說吧 哎 夫人 其實 我和唐叔涵的緣分 是上天給的 您知道我們是怎麼認識的嗎 就是剛才那位姐姐 她成親的那一天 因為她的玉佩 被一個小偷給偷了 我幫她給要回來了 結果你猜怎麼著 到第二天 我進山的時候 碰上強盜了 就是唐叔涵把我給救了 反正我們哪就互相救 但是後來她受傷了 接著 我們就去了一個山洞 外面下著雨 她又覺得很冷 然後 我把身上所有能脫的衣服 都脫了給她蓋住 可是 然後呢 然後 然後 她還是覺得不行 然後 然後 然後你們就做了不該做的事情 是不是 她是因為我兒受傷 我沒辦法拒絕 我才 你真不要臉啊 你這個女人 你還能把整件事情 說得這麼奇蹟 我 還虧你說得出口 我都替你害臊啊 我們叔涵 就你這樣 她看得上你 我們家叔涵 已經有一個門當戶對的未婚妻了 而且眼看 馬上 就要完婚了 你呀 就別想著來掙謊 來破壞她的好事 休想 你說 叔涵有未婚妻了 那她 她要成親了 可是她在山洞裡也沒告訴我呀 哈哈哈哈 她為什麼要告訴你呀 她有必要告訴你嗎 我的兒子 我了解 就你這樣了 哼 她不過也就是玩玩 逢場做戲而已 你還當真了 我 我肚子裡已經有她的孩子了 不 了不得呀 了不得呀 你這個女人 居然挖這樣的心思 想連有孩子來威脅我 我沒有 不知道哪兒來的野種 想鵝詐我們唐家 賴上我們叔涵 你別齊心妄想了 這不是野種 這丁丁血卻是同叔涵的孩子 好 就算是叔涵的孩子 那又怎麼樣 我是叔涵的娘 這個家我說了算 唐家是名倫望族 怎麼能允許 有你這麼一個唐家的媳婦 你別做夢了 我就是想額我們嗎 我沒想額你們 張管家 夫人 給他點錢 趕走 是 夫人 我不是來要錢的 走吧 你別碰我 我肚子裡的孩子 真的是唐叔涵的 我沒有撒謊 走吧 走吧 沈秀 來了 夫人 什麼事 是 找兩個機靈女的男人 跟著這個家人 嗯 看他住在哪裡 幹什麼的 還有 千萬千萬 不能讓他的二少爺碰上面 聽清楚了 聽清楚了 夫人 去吧 是 這個兄弟 成事不足 拜師有名 竟給我惹麻煩 哼 請吧 別再來了啊 請吧 別再來了啊 請吧 別再來了啊 姐姐 我真的不是來騙人的 我不想要錢 我也沒有撒謊 我肚子裡真的是唐叔涵的孩子 那你怎麼辦呀 我求求你 姐姐 你幫幫我 讓我接唐叔涵一面 如果他見到我 他不想認我肚子裡的孩子 那我也認了 那以後 我就再也不來打擾你們了 我求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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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是幹什麼呀 我帶你去見叔涵就是了 真的 這是校園呢 這麼多學生啊 他們穿得真好看呢 是啊 叔涵的成績一直很好 他讀完大學以後 還要去國外念書呢 讀完了還要去國外讀 你們兩個本來就是兩個世界的人呢 那也是 學校真漂亮 快看 叔涵來了 叔涵 我們一起出去玩吧 算了 不去了 真的是他 我頭髮好亂呢 那你在這兒等著 我去叫他過來 行 說什麼好呢 不會說 那就笑唄 別動 同時有東西 行了 別弄啊 舒涵 珊珊 嫂子 靖怡姐 舒涵你來 我有事跟你說 怎麼了 好 嫂子看什麼呢 沒什麼 娘說讓你早點回家 什麼 你今天不陪我出去玩了 娘不跟我嫂子說了 讓我早點回家 那你跟娘說一聲 我放學就回去了 好吧 那你先陪我去拿課本 你不去了 我自己去拿課本 走了 走了 那我先走了 好 楊素云 你在想什麼呢 她已經要成親了 剛才那個女孩子 應該就是她的未婚妻 人家長得那麼好看 又那麼有學問 可是你有什麼呀 奶奶用肚子裡的孩子 去要寫她跟我在一起 可是那有什麼意思呢 她不過也就是玩玩 風場做戲而已 可是我是真的 我該怎麼辦 你是姚素云嗎 你們是誰 我們家主人讓我來告訴你 以後不要接近我們家少爺 否則的話絕不放過你 那你們回去告訴你們家主人 從今晚後 我再也不回去找你們家少爺了 好 記住你說的話 走 妹妹 我再也不去找她了 我再也不去找她了 你說那個街坊古大娘她可不可惡啊 就愛嬌蛇根 把素云罵的 是有多難聽有多難聽 還說素云不要臉 實在是氣死我了 你就別搭理她 那不就完了嗎 不搭理能行嗎 不止這虎大娘我告訴你 整條街上的人 都知道素云懷孩子的事 對 結果素云去找個姓唐的去了 她要是認賬啊 這外面的人也就沒話說了 對 素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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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去思南路找那個姓唐的了 她不認賬 走 我陪你去找她 對 我們陪你去找她 我們都去 你們大家對我的好 我都明白 可是我是一個鄉下丫頭 沒文化 不認字 別人嫌棄我 那也是應當的 我不信我自己一個人 過不了這一關 素云啊 爭氣能當飯吃嗎 我知道我這人沒什麼腦子 我傻 跟一個沒見過幾回面的男人 要生孩子 可這個男人是當初我認定了的 我不會後悔 從今以後 我不會再去糾纏她 但我一定要把這個孩子生下來 哎 素云呢 這孩子生下來沒爹怎麼能行呢 你這一時的衝動 以後肯定會後悔的 是啊 我楊素云認定的事情 絕不會後悔 對 只是 大哥大嫂 對不住了 哎呀 我們那都是小事 沒關係啊 對呀 你這個才是大事啊 素云呢 養一個孩子需要多少錢 你想過沒有啊 素云 要不然 你回懷北老家去吧 有你娘照顧 做好過你自己一個人哪 哎 那怎麼行 我要是大著肚子去找我娘 我娘非打死我不可 哎 真是的 我想你娘做夢都想不到 她莫名其妙地 就要當老王了吧 說 是誰跟你這麼大膽子 善作主張 帶著那個野丫頭去找舒寒 你反了你了 娘 您別生氣嘛 她真的懷孕了 你怎麼能找人去恐嚇她呢 是又怎麼樣 這要影響了舒寒跟珊珊的婚事 我再看那事都做得出來 你信不信 娘 你怎麼能忍心呢 萬一她真的懷著舒寒的孩子怎麼辦 我說過的話 你要我說第二遍是不是 我跟你說了多少遍了 我們唐家 絕不允許 一個鄉村野父的孩子 來做我們唐家的孫子 如果你這麼有功夫 去同情別人 去幫助別人 你為什麼 不擔心一下自己的肚子呢 我還要警告 這件事情 絕對不能在珊珊和舒寒面前提起 還有 如果你再讓我知道 你又去找那個野丫頭的話 我絕也饒不了你 聽見了沒有 嗯 聽見了 嗯 我還有事你先回去啊 好 你怎麼會在這兒 你怎麼逃出來的 如果我不想辦法逃出來 你是不是這一輩子 就不打算見我了 你怎麼可以扔下我一個人 偷偷地就搬走 你不要我了嗎 我得拼我娘的 老爺對我們母子恩重如山 夢夢念一爹 我娘會跟我拼命的 忘了我吧 你答應過我 要跟我一輩子在一起 這你還記得嗎 你難得忘記我們的約定嗎 你不顧我的死活了嗎 我也沒得選擇 要是這輩子我們沒緣分 來時再說吧 我不要來時 我不要來時 如果你這輩子不要我 沒關係 我現在就去來時等你 來時 怎麼說著說著就跑了呀 你這輩子不要我 你這輩子不要我 我就去下輩子找你 在冰冷風雨落下了 尖延 唐哥 搓到身上 心潮潮的声声 在今我都冤析了 佳义 佳义 佳义别这样 佳义 佳义 快 跟我来 那里 他们就要海里了 快快 快去救我 这 取实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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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óg Pit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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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放下 快放下 嘉一 嘉一 你醒醒啊嘉一 了 竹玥 嘉一 嘉一 你醒醒啊嘉一 好好好 官父 志愿额头撞到枪石 没气了 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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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承认我错了 你 你别吓我 志愿 我错了 你 你醒醒啊 我错了 志愿 你醒醒啊 不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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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愿 你醒醒啊 提起点 我就说 你就根本不是一个做针线活的料 你还非得来帮我 那我也不能 天天白喝你熬的粥啊 总得帮忙做点什么不是 我熬的那粥 那可是绝活 怀上了 多喝点 补一补 老咕噜 谢谢你 我知道咱院啊 就说你最节省了 你还能每天给我熬那么好的粥 我会感激你的 那粥啊 可不是白让你喝的 等这孩子这要是长大以后啊 我会让他全折成干饭还给我的 宝贝 你听到爷爷说什么了吗 你老咕噜爷爷说 等你生出来之后 娘还得把吃的稀饭 换成干饭还给他 那你还是别出来 省得出来啊 还得还债 在肚子里安全 慢点 慢点 怎么能顶住 看好了 别扎手 你看你这 宋云 你看你 你还干什么活呀 别伤着孩子 没事 没事 我跟你说啊 这洗衣服这种活你千万不能干 特别是那个凉水 没事 我洗点衣服也可以挣逢租 你不让我洗衣服 你是不是赶我走啊 你说这种话我可就不高兴了 咱们可是一个院里的 我们这儿就是你的娘家 你这孩子将来也是我们大家伙的孩子 我真的没那么金贵 我真的没那么金贵 再说了 这老天爷啊 让女人生孩子 那就要一个本事 我可没生过 我不太懂了 那你就得听我的 明天有人找我 下地去干活 你要不要一起去 你真的要下地呀 好多钱哪 那我考虑一下 别考虑了 赶紧回去吧 我能行 志愿 今天是你离开我的殿一百五十六天 你在那里过得还好吗 菩萨 我求求你保佑我的志愿 早日灯入西方金了 在那里过得幸福平安 先不散 志愿 我亲手殿上这盏长迷的灯 只要灯不灭 佳音对你的情谊就不会紧 你 志愿 你在那里等我 等我把这事的事情完成了 我就去来世许你 等我 你们好 你们好 我来了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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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 来了 好 我娘常跟我说 朋友只能救急 不能救穷 养育孩子呀 绝不能光指望邻居 我得替她好好存钱 供她进学堂念书 让她长大以后 像她爹一样聪明 七傻 念得怎么样 你也得很好啊 这天实在太热了 谢谢了 跟我说完了吗 干活吧 我说你都那么大肚子了 你还是再歇会儿吧 我去吧 你看不起我是不是 我告诉你 我根本用不着休息 根本就 你怎么了 你别吓我 你别吓我 怎么了 索云怎么了 他怎么了 他这是不是要 要生了 我看好像要生了 那不怕 快去找蝉婆呀 蝉婆里这儿好几里地呢